我現在是坐著在一塊這樣的棉花 上面中間是洞洞 好像水泡一樣 我才可以正常跟大家對話 大家好 我現在又是在雙門會的鎮女醫院 話說我在前幾天剛剛開始做習寶療程 之前的一天 Headpack的底部就關了一顆瘡 只有一點點痛 加上位置其實是很差 它就是在我屁股的裡面 然後在琴門會那個位置 會紅腫 還有你不見天日 你去廁所或者大小也會看到它 那我從前開始已經感覺到它真的很痛 是坐和走都不可以的那種 那我就有波波看過 那天他就說我是有一顆瘡在 即不是磁瘡是一顆瘡 他也試過 然後應該沒什麼事很快就康復 那我就塗了一些藥膏 因為我正在穿好 那晚上醫生又生了 那我就都是無為意 他醫走了我又要找小朋友 那總之我就一直拖到 其實昨天已經覺得很不對勁的 因為昨天是十分痛 我覺得已經是去到九分 即是那個疼痛程度是難以接受 然後我就叫我波波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原來那顆瘡已經爆了 是剩下的肉 還有附近的成分 大到有 我想有我副眼鏡 一半那麼大 然後它是紅腫得很厲害 是腫了前面近妹妹那個位置 我就再吃過一些家裡的燒鹽藥 今天摘完肚 解了條帶之後 就覺得真的再痛了 昨天爛了那顆瘡之後 附近生了一些新的瘡出來 那個痛了是再嚴重了昨天 所以我就覺得不對勁 拿一根出來看醫生 誰知一看之後 醫生就說 很大機會細菌感染 令到我附近胳門的位置 都會再撇爛或者含龍 然後流出來 那總之他就說 這件事其實是已經嚴重到 要縮個緊急手術給我 那我剛剛就做完核酸檢查 準備入院了 然後現在等著核酸結果 但其實我今天已經是痛到吃不到東西的 然後我這一刻 在坐在一個家裡帶回來的 鋪箱上面 我才可以這樣 很認真和大家說話 我覺得是真的痛過痔瘡 因為它有濃和爛 那個位置 他說是痛得太緊要 他都知道人類是承受不到 所以他就說連局部麻醉都不用想 是要全身麻醉 其實我三年是不夠兩個月 就發生這樣的事 我覺得我這條片是要提醒大家 病向前中醫 尤其是媽媽們 有什麼事都不要拖 因為你的身體有問題 天然其實是更大了 很熟悉的環境 上床休息一下 都不用怎樣換衣服 他就說 再幫我問一下醫生 看看可不可以吃東西 待會幫我打抗生素 還有一點要掩水 早晨 剛剛醫生就來了 他就跟我說大概11點做手術 就是會在我那一大堆龍頭 即是我的肝門隔壁那個位置 就會切下去 然後就會把龍都放出來 沒有辦法亂針 因為他說那個位置很骯髒 那你就不可以亂針 如果不是其實很大機會都是爆開 所以就只可以塞一些沙布在裡面 再塞一些沙布在外面 每天都要洗傷口 等它自己慢慢復原 他就說那個痛錯 應該比起我之前剪回音 是會痛一些 還有傷口本身發炎的情況 應該都是痛的 加上肝門附近有很多神經線 我都有問他 這一種跟腸胃鏡那種是有沒有分別的 因為腸胃鏡那種是水面麻醉 如果大家有做過 他說那種其實都是自主呼吸的 但是我現在這一種 要靠機器呼吸那種全身麻醉 他說因為萬一 如果我在手術過程中有任何的動作 那他的刀有戒了下去 那就會很危險的了 所以我由昨晚十二點之後到現在 其實就真的繼續斷吃斷吃斷吃 但在我這次病發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小宇都餓餓不吃的 然後我覺得很幸運 就是昨晚阿波回家之後 他就終於肯吃了 我總算叫他放下一個胸口大石 否則我也很害怕他有什麼事 我又帶不到他去看醫生 我就叫了阿波不用 下午那個時間來了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時間來 我都可能未必清醒 又或者未必出來了 那不如留在家照顧豬仔妹妹這樣 這幾天其實都很辛苦他了 昨晚開始就感覺到那些龍是出來了 然後我昨天的底褲 也是會有一些啡色的龍 然後要用M筋墊住 在後面那個位置 然後今早還是有 一直保持感覺到濕濕的東西滲出來 那也是那個倉的龍 自從他出來之後 我的痛楚感又好了很多 沒有他還捉住的時候那麼痛 剛才我有問護士 阿波也有上網查過 他說這件事是比較多 在男性身上發生的 其實女性就不是說太多 我不知道在看這條影片的 大家有沒有人試過 那我現在都差不多準備換衣服做手術 還有我一直都吊著 鹽水和抗生素的 就是我剛才去廁所 或者昨天去廁所 其實都是要跟著這條東西去的 轉頭換衣服 可能都要叫護士幫忙 我剛剛睡醒復活了 因為剛才11點多做完手術 然後麻醉還沒退 那我整個人都很溫溫等等 剛剛大概4點多 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吃了一個小蛋糕 喝了一些水 現在覺得個人精神很多 這一刻其實我反而覺得不是很痛 就是跟我捉緊的時候 是真的差很遠 就是當年我傷口都會感覺到他痛 下了床去了第一次廁所 就是小便 然後大的時候 我都有問他 他就說覺得我如果真的急的時候 都是要照去的 但是我暫時都沒有這個勇氣 而且又沒有急 有些醫生就說 最樂觀的情況 明天在這裡再洗一次傷口 因為他都知道我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所以他就會讓我出院 但是最害怕的 就是原來之後是要洗兩個星期傷口 我現在下來了等醫生幫我洗傷口 然後剛才我去了第一次的潑湯 應該是VV的時候 所以弄濕了沙布 所以他就叫我洗一下衣服 就是好像洗涼一樣 可以下來讓他清潔和洗傷口 我現在這個姿勢呢 不是覺得有什麼這麼焦跡 而是因為我打倒了我的身分 那我剛剛就經歷了人生最可怕的洗傷口 難以想像那麼痛 那個位置太入了 皮膚又爛了 然後你消毒的時候來回 這樣在那裡洗 真的 真的好好好痛 如果掙扎了很久 今天晚上應該再留在這裡 然後明天再給醫生洗上口 還是怎樣 但始終我還是想回去看看豬仔和妹妹 所以我還是決定先回去 現在出院了 這個就是我隨時喜歡的冬粒烏身 終於坐下了 今天就是第一天出來洗傷口的日子 家裡只有豬仔的水泡 那我免得帶昨天的冬粒出來 因為每天都出事 這樣很骯髒 那我今天就跟那姑娘說 好不可以打了止痛針 然後再等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等之針 生泡之後我才洗 雖然我時間是長一點 但是如果我覺得沒那麼痛 都是值得的 話說呢 我今天是早上跟醫生推薦的行程 我真的吃了東西 然後吃藥 然後就再瀕死 原來這個世界瀕死和瀕尿 都是最奢侈的 因為也是那些尿 很小心醃到的傷口 都是拿到我全身震撕 現在是連坐下都是一輛警車 自己試 我在家基本上都是站或者是側躺 衝心勸大家 真的要好好組織你的健康 剛剛洗完了 打了止痛針 最痛的位置也是很痛 整個感覺和整個過程 還有打完之後 現在是 我覺得我的痛楚減了三成左右 所以我明天是會繼續回來打止痛針 我現在就回去 都不可以洗澡 可能洗一下上半身 就是小心不要碰到傷口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更新 Hello 終於可以坐在這裡更新 今天就是我剛剛去完複診 其實我當天就中了菌 今天就有報告 跟其他觀眾跟我分享的一樣 竟然就真的大腸降菌 至於怎樣感染 和怎樣會發生這件事 其實就沒有一個答案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IG 其實我的IG story 都share了 原來也有很多觀眾 或者他們身邊的家人 朋友有做過類似的手術 但是呢 剛剛醫生就跟我說 當天他跟我做手術的時候 其實他有摸過傷口 就不像裡面有一條流管 那希望 Touchwood 我這次真的有一次 嘔發性的一個 龍包 這樣去防龍 就很大機會 可能我生嬰兒的時候 太大力 那我就撕了兩顆痔瘡出來 好像兩三顆 也可能那時候 有個位已經算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接觸了大腸降菌 所以就變得 急速地發了一顆很大的痔瘡出來 那那個大毒痔 在當下就已經要立刻放的 其實醫生也有說 因為當時的情況 其實已經是發炎 是很緊張去做那個放龍手術 所以他就沒有再幫我去 做MRI 又或者是CT 去看看 究竟裡面是沒有條流管 但是根據他的經驗 其實他就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都有很多觀眾跟我說 他們的朋友是復發完再復發 或者他們自己也試過復發了幾次 希望我不是這個case 另外我傷口本身是有2.5cm 開頭洗傷口的時候 昨天姑娘幫我量度 其實就已經是2cm 即是升了0.5 還有今天醫生看話 都生了一些新的肉 所以康復情況都是良好 附近的位置都是很乾淨的新的肉 好像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坐在這裡拍片的感覺 已經不用再坐水泡了 除非椅子很硬 這件事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因為一開始我是完全坐不到 還有我現在已經不需要再吃那種強效止痛藥 抗生素也都吃完了 如果日常我睡覺之前 就只吃Panadol 都已經OK了 其實現在大部分情況下 真的只是睡覺 轉一些Post的時候 弄到它才會覺得痛 如果不是呢 其他情況下都會覺得OK 如果我有機會弄一塊沙布 都會叫波波換沙布和貼膠布 就不用直接接觸傷口 因為傷口面其實是放了一些棉條 即是棉花這樣進去的 那些棉花條已經是放了一個洞 那外面他就會再沾沙布和膠紙 這一步阿波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醫生就說 暫時的情況 可能我洗多一個星期 即是7至10天的傷口 就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在家裡做到這個狐狸 最好我就不用每天都去醫院去洗傷口 所以這次的分享就叫做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機會發現自己在屁股 例如近江門這些位置有一些瘡 就千萬不要忽視它 應該大致的update就是這麼多 如果我完全康復了 我也會在IG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不要發生我這件事 還有如果真的有任何問題 大家都記得病向前做醫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